我有点紧张 我们没听错吧 《赤诈影》谈几十年的周润发 出几个电影发布会居然也会紧张 原来让他紧张的不是别人 这是当年《赌神》里演对手戏的昔日老板向华强 奇怪 我当然还演龙谷了 还有演什么 那个《赌神》有点紧张 紧张因为他爱是我老板 以前《赌神》都是他老板 对 如果来现在我跟王大爷就开那个 方法终于呢 所以旧的老板在我前面出现 在演戏的话我有点紧张 你应该会是什么 紧张会紧张 周润发股子里的好气劲还是改不了 既然旧老板不能拿来开涮 那就欺负欺负一旁的晚辈张家辉吧 我对这个演员非常敬佩 因为很难 我遇不及了 拿到气励队 我心里呢就是恨他很不得的 嘉辉哥你上次表示一下啦 这发股怎么高的不高的 所以老板说 你要找一个 他的 能找谁我就找他了 因为有很多搞笑的我不做的一样他来做 没有没有 他实在讲成一个好的演员 真的在现场都是 不知道老板说什么就什么 不是我说什么他又演什么 所以他还没有 我有一份的演出的那个人 有吗 有有有 灯红有吗 可以想看 明年不要再来了 没了 没了 你死掉了 什么都没干就无辜躺枪 你让张家辉上哪说力去 这不 环顾全场能帮自己的 恐怕也只有和自己撞脸的哥哥张学友了 弟弟都现场唱吻别了 张学友 你做哥哥的 还不赶紧挺身而出 我和你吻别 在狂乱的夜 我的心 等着这一件相对 我觉得他唱那个 我心爱的姑娘唱得很好 比唱我的歌好 那我希望他 以后想想唱别人的歌 就不要一直唱我的歌 我说张家辉 你也别怪你哥 谁叫他的心思 都放在刘嘉玲身上了呢 要知道 从出演《阿飞正传》起 张学友就开始了 长达25年的 暗恋刘嘉玲之旅 本以为这回是演大反派 终于有机会演个情侣大 结果还是很美人无缘 说起来可都是伤心事 他也不是很反派的反派 他整部女儿 只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最喜欢刘嘉玲 因为跟现实生活一样 所以一直就喜欢他 永远得不到 他永远得不到 真的吗 你早说嘛 没办法 杨超伟跟我是好朋友 从北墙下一部电影 我一定到跟张学友 拍过情侣的 我来做老妈妈 我来做老妈妈 要我来爱变他 我来老妈 从阿飞正传到现在 他永远都是在爱变我 从来没有 眼看张学友如此求而不得 周润发倒是最够意思 大手一挥你拿去吧 我说发哥 你这么大方 有考虑过梁朝伟的感受吗 其实来讲 我对他没有什么事 他对我不是 因为家庭爱我 家庭不爱他 他就恨你 我感觉 这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反正我们是好朋友 他是我的偶像 我永远都是这样 尊敬他 然后要是把家庭拿去 他就拿去 反正我跟梁朝伟 没有什么关系的 鱼俩梦朝北京 财运放报道